昨天我發現一個很特別的現象 行情明明不錯 對吧 昨天大漲200點 而且AI股通通都噴出 就算是非AI股表現也不錯 再看到成交量2800多億 微幅增溫也非常好 但是散戶卻異常的冷靜 不對 應該不能講冷靜 異常的冷淡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宇凱 百思不得其解 真的 百思不得其解 雖然說漲200點沒有到很多 但是台股是連續三天上漲 連續三個交易日上漲 而且是美股在下跌 在破底的時候 台股照漲 這樣的行情投資人不會有興趣嗎 當然最後事實證明了 你們還真是不感興趣 這讓我有一點意外 就是意外 不過意外的同時 我也感覺到一種 行情愈小不易的氛圍 愈小不易 這個愈小不易主要來自於兩個層面 第一個客觀環境 客觀環境也就是說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 10月份開始 整個第四季 整個總統大選前 會非常有行情 會非常好賺 只要你願意好好把握 統計數據 我們已經分享給各位太多太多次了 另一年10月上漲機率八成 每一次總統大選年之前的10月 連續六次 狂漲 好不好 真的就是狂漲 你看這個漲幅 3%的7%的5%的4%的 平均漲幅4.6個百分點 對吧 大選前 接著呢 再看大選 大選前的一個月跟前一季 你會發現扣掉2016年 這個中國大陸的熔斷 然後當年這個景氣非常非常差的那一年之外 其實其他的幾個年度 也幾乎都是大漲 上漲機率非常非常之高 所以各位 我們可以由歷史民間 在過去你說10月也好 第四季也好 總統大選前夕也好 這個行情叫做非常好賺 只要你願意好好把握 沒有錯吧 我們講了這些 這個都叫做客觀條件 這都叫客觀條件 那主觀條件是什麼 就是我剛剛講的 現在投資人對於目前的行情 絲毫不感興趣 現在投資人對於目前的行情 絲毫不感興趣 各位 甚至現在看空的人 依然在持續攀升 我們看一下融券變化 融券當然沒有前陣子 整個8月份增加了這麼多 可是呢 仍然是微幅的往上做增加 有沒有看到這個曲線 目前呢 整個融券仍然是維持在高檔 仍然是在高檔 依然沒有隨著行情的 好轉出現回補的現象 那這就妙了嘛 股市三大面向 基本面 技術面 籌碼面 那以基本面來說 第四季 旺季 對吧 那我們之前講過 你說出口 外銷訂單 警示燈號 政府都掛保證喔 預計第四季 都會開始由負轉正 開始成長 基本面 無庸置疑啊 那技術面呢 美股破底 台股打底 逆勢開始進行攻高 攻高攻高 而且重點是位階又低 位階又低 那從馬面呢 散戶看空 投信 失心瘋的看多 截至昨天為止 投信已經連續42天買超 42天耶 42天這個紀錄是史上第二名 連買紀錄是史上第二名 但是買超的金額 到昨天為止 1254億 已經破了連買的紀錄了 已經破紀錄了 基本面 技術面 籌碼面 已經是這樣了 再加上政治面 總統大選 有什麼理由不相信 你有什麼理由不相信 第四季有大賺的機會 現在你會不信 很簡單啦 簡單一個理由 你就是不信 如此而已嘛 對吧 你就是不信第四季會有行情 如此而已嘛 對吧 在這個 中秋連假期間 三天嘛 我跟幾位網友 做一些互動 聊天 我就問他們說 這個 中秋過後 會不會想要買股票 百分之九十到九十五的人 總是回答我 再看看吧 感覺台股好可怕 那在昨天漲了兩百點之後 我再問一次 中秋過後 會不會想要買股票呢 同樣百分之九十到百分之九十五的人 給了我相同的答案 再看看吧 感覺台股好可怕 你們發現這兩句回答 已經蘊藏一個非常非常大的漏洞 感覺 感覺 他們感覺台股好可怕 也許這樣的感覺是來自於七月八月九月 讓你累積累積累積 行情的不OK 產生這樣子的feeling 光感 但是那終究是七八九月的事情 有個心理學名詞叫做定毛效應 定毛 船的那個毛 船毛 定毛效應 也就是說我們人類 在進行決策的時候 會過度偏重 先前所取得的資訊 過去的這個資訊 你的經驗值 會決定你現在的判斷 即便現在你要做的決策 與過去的資訊無關 長得有點繞口 這永遠是投資人最大的一個盲點 也就是說呢 我們常講這過去的經驗 不代表未來嘛 對吧 可是常常人在做判斷的時候 會以過去的經驗為最主要的判斷值 那我請問你喔 台股的第三季跟第四季 兩者之間有沒有關係 第三季的表現跟第四季的表現有沒有關係 多數人會認為說第三季不好 進而去聯想判斷 第四季也將不會好 這是對的嗎 這是對的嗎 如果你到現在還在思考這件事情 你本身已經不對了 我問你喔 台風要來了嘛 對 現在中台準備要轉強台了 好我問你一個有關台風相關的問題 上一個台風假設它沒有對台灣造成任何災情 因此下一個台風也不會對台灣造成任何災情 對嗎 一定回答我 你在講什麼東西對吧 這個你就會知道不對 上一個台風跟這個台風當然沒關係嘛 每個台風有自己的路徑 速度 暴風圈 風速 降雨量 這都是獨立的 就如同第四季也是獨立的 第四季你不是還是要回歸第四季的基本面 技術面 籌碼面等等條件來看 不是嗎 跟第三季的不好有什麼關聯性 有什麼關聯性 而第四季所有的條件 所有的機會 所有的歷史經驗 所有的利多 我已經提供給你了 能不能夠理性的去看待 就看你的了 當你能夠說服自己 以上我所說的這些零零種種的理論之後 你就可以來執行第四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最重要一件事情也就是 第四季的翻倍計劃 第四季的翻倍計劃 昨天我們這個計劃初步推出 第一批加入的成員 今天已經小有掌握了 不敢講很多小有掌握 有什麼掌握呢 下半段我們來看看休息一下 針對這個翻倍計劃的佈局也不是太困難 簡單粗暴 你一定都知道 因為我們都是從最近節目上有點名的 你耳熟能詳的股票開始 可是當然 買進之前也要未接適合 例如說不適合的3032偽訊 各位今天他又繼續的創新高了 這張股票熟不熟我們超級熟 看不看好非常之看好 但是位階高不高坦白說有點高 因為我講過非常非常非常多次 偽訊的操作方式比較適合 趁拉回在本益比低的時候再來布局 因為今年的獲利明年的獲利 我們都已經實質掌握到了 所以我們的平均成本不是在四字頭 就是在五字頭 現在是八字頭 即什麼 對吧 我們不是四字頭買的就是五字頭買的 現在已經是八字頭了 獲利已經超過70%了 那當然續報絕對OK 拉回才做加碼 拉回才做加碼 創高我就不傾向追高 所以如果你是昨天 剛剛加入我們翻倍計畫的 我不會帶你去追蹤股票 那今天到底買誰 高資產會員買高價股 小資會員買低價 高資產會員買誰 我們就買最貴的 李旺 各位這張股票幾乎天天講 今天2285元 長虹可以帶量創新高了 支撐在哪裡 每天看節目的 你都會背了 怎麼看 隔海相望的四顆頭 對吧 各位我說這邊有一個頭 這邊有兩個頭 然後這邊跨越一個 大概三個月的過程 這裡再一個頭 這裡再一個頭 四個頭 形成了一個撐壓互換 約莫在1900多 加近2000元 在1950元的位置 形成一個力望的新支撐 就在這個位置點 你有沒有發現 點到就上去 點到就上去 今天還給你創新高了 今天還給你創新高了 沒錯吧 再看一次 來我們直接把它拉近 你會看得更明白 我們如果拉一條線 剛剛都拉給你看過了 從1950元拉一條線 有沒有發現 創高拉回 打到1950隔天掌停板 長紅K 然後呢 再拉回 再打到1950 接著呢 這一波就是創新高 這一波就是創新高 標準支撐價位 1950 或者說你要寄 整數關卡2000塊也OK 今天早盤 來看一下這裡 2095 早盤也就是最低點 2095元 是不是還OK 2000元的支撐 2095元不能買嗎 我們看一下今天走勢圖 2095元 剛好是今天的最低點 買完馬上噴上去 話才說完 買完就上 直接創高 而且是短短不到一個小時 就來到今天最高點 短短不到一個小時時間喔 最多可以賺到多少 190元的價差 190元 190元 換算一下 一張代表什麼 19萬 沒錯吧 190元的價差 短短不到一小時就到了喔 一張力望 也就是你在這個當下 這個moment 你可以賺到19萬 所以發現為什麼 有錢 為什麼錢都賺得又快又輕鬆 因為高資產 絕對不只買一張 高資產主機絕對不只買一張嘛 那如果他是買10張呢 19萬乘以10呢 乘以10 如果他買10張 你想想看這樣是多少 19萬乘以10 190個萬啊 賺一台B&W 也就是一小時不到的事情 所以資產是這樣累積的 高資產客戶他們資產是這樣累積的 我們一般 我們小資族上班族 你賺100萬 你也許要存好幾年 5年 7年 10年 人家是短短幾十分鐘 就這樣子 所以錢賺錢 永遠還是最快的 好 那高資產呢 你可以去買一檔 2000元的股票 小資族怎麼辦 幾百塊的股票 你假的 今天小小的創新高做拉回 昨天呢 來我們看一下喔 昨天它叫做挑戰季線 而且呢 稍稍的站穩季線 今天叫做回踩 回測季線 回測的過程呢 看起來是成功的 因為今天是拉個下引線 收在季線之上 相對來說 位階是不是也不高 對吧 位階也不高 那我認為這檔股票也是一個選擇 那接下來營收 依然有機會繼續往上做公告 因為第四季來了 接著你可以看喔 加登季線的扣底 目前是剛剛挑戰季線成功嘛 季線扣底的位置在這裡 這裡也就是最高點 現在從最高點 準備要向下做扣底 所以季線是不是也準備 開始要做走平 甚至走陽 那同一個時間 來有沒有發現 月線 月線已經向上翻陽了 月線是向上勾角的 像這種形態 只要一形成所謂的黃金交叉 金叉一來爆發力就來了 那如果說兩千多塊太貴 三百多塊你也覺得太貴 你是小小之主怎麼辦 也沒有關係 小小之主我們就買幾十塊的股票 那你來回想一下喔 有沒有什麼股票 我對它的評價 類似於像偽訊那樣子的 上個月有沒有這麼一檔股票 我告訴你 它雖然挑戰基線失敗 但是月跌我反而越想買 跟偽訊一樣嘛 月跌我反而越想買嘛 月跌越想買 月跌越想買 不是說這檔股票 拉回就是買 逢低就是買 那如果有機會像 偽訊這麼噴 是不是也不錯 買越低就越開心嘛 這檔股票是誰 這檔股票 昨天我都還有特地再提醒你一次 我說它位階很低 籌碼沒問題 你是什麼人 它就是 大眾控 昨天拉一根 可是有沒有過高 還沒有過高 昨天10月2號的節目當中 我告訴你 大眾控 位階很低 籌碼沒問題 既然都說籌碼沒問題 位階又低 是不是也可以買得 毫不猶豫 各位 是不是也可以買得毫不猶豫 今天是不是就過高給你看 今天說漲很多 沒有漲很多啦 3.7個百分點 可是你一瞧瞧 你如果買在一開盤 是不是也是一個現買現拉現賺 是不是也是開盤一買 直接就買在今天最低點 開始拉高 創高 再看一次今天的走勢 算強制突圍的非常漂亮 所以今天我們在新布局的三檔股票當中 從幾十元幾百元到幾千元 三檔股票當中就有兩檔 力旺跟大眾控 現買現拉現賺 但是 這一點贏頭小利還不是我們的目標 因為我講過 這一季的目標不是贏頭小利 它叫做翻倍啊 我們第四季要執行的是翻倍計畫 現在機會太多了 你不論是五檔股票一檔賺兩成也能翻倍 三檔股票一檔賺三成也能翻倍 一檔股票甚至賺100% 我都覺得不是不可能 因為在這個季度 機會太多了 AI是機會 非AI也是機會 處處都是機會 AI族群今天有一點回檔休息 它昨天算是強勢表態 尤其我們講強勢表態的定義是 連原本最弱的伺服器也噴出去 強勢表態過後 今天難免會遇到一個空頭的襲擊 昨天強今天弱 空頭襲擊非常正常 畢竟我們如果說純粹看技術面 除了廣達這麼強之外 其他你看 尾創還是在相對低點 右下角的一個位置 尾鷹也是 剛好遇到技線 難免就會有一個反壓出現 或者是技嘉 同樣都處於在右下角比較偏弱的一些位置 純粹技術面來看 現在還不是到太強 確實只有廣達的表現是比較領先的 所以這波伺服器由誰領軍 同樣就是廣達 我也領先預告過 9月營收大家還沒公佈 廣達的9月營收 我預計會有1200億元以上 大幅度的成長 1200億元以上 所以廣達現階段 姿勢 姿態先擺出來 營收開出來 再來去帶動整個族群會更容易 那包含散熱也是一樣 今天的休息都 我都不會把它定義為真正的休息 你想要好好把握這一段時間 領先去佈局AI的震盪 AI的回檔 你要去領先佈局AI的一些相關族群 相關產業 確實你也是要趁現在 特別是有一些股票 9月份10月份 營收已經開始要爆發了 我們在第三季就預告過了 第四季絕對是大爆發年 好不好 9月10月很多產業 很多公司的營收 都開始要強勢爆發 所以你當然是要趁著營收公布之前先買 你才能買在股價噴出之前嘛 那你會講 要怎麼知道哪些股票營收會爆發 那這就是我存在的目的 以我們這種外資出身的分析師 一天到晚在拜訪公司 跟公司的發言人高層Social 你認為我們要掌握到未來的營收有難度嗎 各位所以想要領先去佈局 營收爆發的AI概念股 請你趕快來找我 好不好 想要領先佈局 營收爆發的AI概念股的 請你務必趁現在 營收公布之前趕快來找我 好 下一檔我們來看2388的威盛 威盛今天也有一點巧妙 我們先看一下當日走勢 今天走了半天好盤之後 越來走越疲軟 越走越疲軟 最後收盤收疊四個百分點 但是我們要先肯定一件事情 我說過 能創新高就代表一個多頭的企圖心 今天雖然是創高拉回 但是你有沒有留意到 它的形態叫做什麼 我們把它放大來看 這個叫做 一黑一紅 一黑一紅 再一黑 紅黑紅黑紅 這又是我最喜歡的排列 紅黑相間 紅黑相間 那你再去回憶一下 最近只要我點名到 紅黑相間的股票 沒有一檔不噴出 我說真的喔 最近只要我點名 紅黑紅黑紅 這種紅黑相間的股票 沒有一檔不噴出 直接舉實例 趙立 今天是不是又創新高了 又創歷史新高了 一百五十二點五元 這一檔講多久 我跟你講折疊機 什麼什麼 華為概念股 我沒有在什麼 漫天喊股票的 我說過 折疊機概念股 我就只看好 這麼唯一的一千零一檔 這一檔講幾次 特別是在它出現 紅黑紅黑紅的時候 我告訴你 這個叫做多空的拉扯 這叫多空的拉扯 拉扯過後 方向性就應該要出現了 可是當然照理說 在拉扯過後 如果有多空力道 往上往下 不是應該一半一半嗎 50 50嘛 50嘛 50%的幾率嘛 所以你就要參考 我告訴你的 各位 你加我的like之後 你不定時的都可以收到 我這些不定時舉辦的活動 或者說對於個股的一些評論 照例在9月24號禮拜天 我的like我告訴你 身為唯一一檔 我看好的折疊機概念股 在Mate X5 熱賣帶動下 7月單月EPS 逼近1塊錢 整個第三季將近3塊錢 第三季喔 第三季而已喔 你要看過去它的 封工尾業一年賺7塊多 已經很多囉 現在它光是一個季度 可以賺到3塊喔 本季目標3塊3塊嘛 而且在量價結構 看一下量價結構 對吧 價漲量真嘛 完美的量價結構 這邊出量 價漲量真 量說休息 再出量 再往上走 再往上走 而且沒有爆量 對吧 這個叫做 量價結構的完美配合 我說過 早在9月24號我就預告了 高點 絕對不僅僅只有145 145過了沒 昨天就過了 今天已經152.5元了 那不就是直接告訴你 在多空拉扯之後方向性嗎 我不是老早就幫你把方向定了嗎 今天是10月3號 早在兩個禮拜前 我就幫你把方向定出來了 所以在多空交戰過後 往這邊噴 不就是意料之中嗎 昨天這支漲停板 今天這個創新高 都應該是你可以賺得到的 都應該是你可以賺得到的 另外一個 紅黑相間的股票 更經典 因為它是你非常非常熟悉的老朋友 而且昨天我們才特別點名它的 它是誰 10月2號昨天的節目 它就是你最熟悉的材料 來看一下 昨天漲5% 但是有沒有過高 沒有過高 你看著它 紅 黑 紅 黑 紅 昨天不是講 紅 黑 紅 黑 紅 你就等著看 你就等著看 看什麼 看另外一檔 照例已經先噴出去了 所以等著看 拭目以待了 拭目以待了 話才講完 今天的材料 各位 各位 你不要以為 它是跳空大跌9.8個百分點 它今天是除全息 好嗎 來我們看一下 今天它 現金股利出了4塊7 股票股利出了 股票股利 應該是1塊多 我們有記錯 應該是1塊多 所以我們把它還原全值 今天它是 大漲創新高的 今天的材料是 大漲再創歷史新高 黑 紅 黑 紅這件事情 在你眼裡 也許只是一種 繽紛的顏色分配 但是在我眼中 這個就是獲利的密碼 所以各位 你越是看我的節目 你越是看我的股票 你就會知道 我們在第四季所 推出的這個計劃 不是說說的 不是空穴來風的 第四季的分配計劃 聽起來 哇一倍好像很難 但是 只要循序漸進 按部就班 照著我的指示來 翻倍計劃 絕對有可行性 特別是在這個季度 特別是在現在的這個行情 五檔股票賺兩成 很困難嗎 我可以告訴你 一點都不難 三檔股票賺三成 很困難嗎 我可以告訴你 非常簡單 特別是在現在 第四季 這個即將要大噴發的行情 一檔股票賺100% 我都覺得 不是太難的事情 第四季翻倍計劃 務必好好把握 只要你敢想 就有機會實現 想了解計劃的詳情 歡迎你可以透過等一下廣告 0800專線 或者先加入我的LINE atwin1688 小老鼠 打開N1688 任何問題 線上詢問 文明眼見拜拜 本公司與分析師所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簽 leagues 發帖 任何端 nar consig 尼文在